我在古代当起了逍遥自在的小县 仅用五年时间就将贫困的小县城打造成了世外桃源 人们生活富足 经济超浅 我本想就这样逍遥余生 可没想到刚登基的女帝竟然微服私房误入了此地 小姐 咱们出来已经三个月了 是不是该回去了 不忙 还有个原江县没去 距离也不远 顺道去看看吧 官员们不是说这原江县三山夹缝 穷乡僻壤 甚是穷困 为了您的安全 咱们就别去了吧 绿渊 跟我出来这么久 还不知道我这次出行的目的吗 真以为我是出来玩的 是 小姐 李老 怎么突然停下了 那个 小姐你们 你们自己出来看吧 这么平整的路 不像是石板铺就的 可是怎么会如此平整 就算是镇的国都外城 大部分也都是黄泥地 一到下雨天就明明不堪 这条山道居然修得这么平整 小姐 您看这边 嗯 这原江县的路标甚是有趣 老爷 老爷 什么事 禀老爷 前面的人传回了消息 距离咱们现实里外来了一辆红木马车 遗憾就是非富即贵 那马车上没有印着什么灰印吧 别是什么钦差大臣下来了 要是让上头的官员知道自己在这原江县为非作歹 那还能有好果子吃 听说如今坐楼椅的那女人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回老爷 肯定没有咱们的人都看仔细了 那就好 红木的 肯定没错是红木的 那拉车的马都跟一般的马不一样 个头老高了 肯定是飞羊 告诉前面的人 盯紧些 他们若是进县城 一举一动我都要知道 是 老爷 特么的可别是什么 威服私访的钦差大臣 要是上头来人知道县里的情况 还不把我抱上去 这土皇帝的日子我还没过够呢 与此同时 原江县路标前 小姐 这应该是原江县的路标吧 有意思 这不是石板铺出来的 看来这原江县一行 自己来的不亏 上车咱们走 映入众人眼帘的城墙 是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混凝土 灌注而成 高足有十五米 看上去无比坚固 这特么的是县城 这 这是要造反吗 修建如此高大的城墙 原江县是要做什么 很好 入城 三位可是要入城 我们是大名府的商客 可有文碟 这是我们的文碟 三位贵客 但凡马车要进城 都要放置停车场 按照本县规矩 你的马车要统一管理 稍后也有专业人照料 停车场 对对对 停车场 三位贵贬 那就是停车场的负责人 您的车梁方 到停车场 主委也不用担心 马屁 草料 饮税 都由停车场提供 停车场 有意思 如此一来 的确要方便不少 那就麻烦了 你们这原江县的素质也太高了 那死那死 主委 请随我来 老板 您的马车 已经难蹲好了 麻烦叫一下 停车飞 怎么 停车还收费 你们收多少 一天五十文 五 五十文 这么贵 三位莫要景气 我们要负责请离骂屁的排泄屋 以及草料 饮税 这些都死逼妖的开销 而且奔停车场 还有专业人员 给您的马提供按摩 听去服务 让您的马劳累一天 只后得到放松 第二天 跑起来更加诱惊 甚至 我们还有哥斯哥秧的 木马作伴 让您的马在奔停车场 不会感觉到孤单 一匹马 至于马 特么的按摩 听取 还有母马作伴 至于马 老人家 那你遮花就不对了 如此服务一天 炙手务实文 这都死咱们先 老爷说过 各位怨道 而来捕龙一地缘辜 要是笨嘀嘀骂 想经停扯唱 那么有启师文 客瞎不来呢 咱们先 老爷还说过 弯无平等 不应该又搞底 归坚止粉 罢了罢了 禀老 交钱咱们走 他们怀着怪异的心情 交了钱 萧玲珑不知道 为什么有一种 被坑了的感觉 实文钱都能买一斤米 停个车 居然要五十文 小姐 那个牌坊上写着的 李二狗喜玉成 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那个张老八养收会所 林老 您见多识广 可曾听说过 老夫也从未见过 不过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应该是沐浴和养生的地方 看上去很是奇怪 小姐您要小心 这地方有点邪 三位是外乡人嘛 不知道诸位从哪来 我们是大名府人 刚到贵县 第一次来 敢问阁下是 我是原江县导游 专门负责给外乡人带路的 不知道三位是否需要 何为导游 咱们原江县有不少外乡商客 来做生意 许多都是第一次来 人生地不熟的自然需要引路人 咱们县老爷管这叫导游 原来如此 那就麻烦阁下了 走走走 车也停了 我带三位好好逛一逛 咱们原江县 今天让你们仨带着一个铜板回去 就算我这导游不称职 那个导游 为何城中见不到乞丐 小姐这话说的 在我们英俊省五年轻有为的县老爷治理下 我们原江县百姓人人富足安康 怎么可能会有乞丐 况且我们原江县民 各个勤劳能干自然就没了乞丐 那也不可能各个都这么勤劳能干吧 嗨嗨 这个咱们县里正凑好 会给人安排工作 想不勤劳都不行 在精明能干的导游热情服务之下 绿渊的荷包已经空了 各类五花八门的小吃 小玩意买的那叫一个好爽 直到这会儿 萧玲珑三人才想起来 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麻烦导游你了 如果再被这家伙带下去 怕是不光是绿渊 自己的荷包也要空了 得嘞 三位谁结一下导游费 一共三两 这也要钱 你之前怎么没说 小姐 我可不是免费劳动力 在下也是要养家糊口的 至于刚才我没说嘛 那可能是忘记了吧 对不住几位了 这是我的责任 那就您给二两银子吧 那个 小姐 我这里已经没钱了 你们这个 你抢钱多快 违法乱纪的事情 我们县老爷是冥冥禁止的 俺们可不敢干 行了行了 给你 谢过三位贵宾 祝您吃好喝好玩好 回见了您 小姐 老夫算是反应过来了 这云江县的人真够坑的 这才半天的功夫 咱们就花出去十节两银子了 也不知道这县令是什么样的人 居然带出这么一群百姓 先看看再说 单从百姓身上来看 他们对这位县令 似乎并无怨言 先找个客栈住下来吧 还吃呢 二十文一串 都不嫌贵 小姐 我也觉得贵啊 可是真的很好吃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酸酸甜甜的 刚到原江县的女帝 被狠狠地薅了一波羊毛后 对这个小县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打算先住下来 然后更深入地了解一番 小姐 你看那边有间客栈 嗯 咱们过去看看 欢迎光临 几位客官可是来住店的 是的 我们住店 我们店分一等房 二等房 一等房三两一天 二等房二两一天 客官您需要什么房型 什么 一间房要他娘的三两 你这个咋嫩贵啊 就算是京城的客栈 也要不了这么多吧 这位客官您这话可就说错了 我们如花客栈 那可是县老爷创办的 乃是本县最好的客栈 您只要住过一晚 就知道什么叫物超所值 你们这原江县的物价 都这么高的吗 竟然还是官营 对对对 是老爷创办的 行了行了 给我们开两间房 好嘞客官 您随我来 只是一道房间 萧玲珑先前的郁闷 便一扫而空 这房间如此雅致舒适 看上去虽然和公里比不了 但比起别地的客栈 可要好太多了 两位小姐 您稍作休息 这是咱们县老爷 最新研发的冰红茶 最是新商结束 两位请尝尝 我给您介绍下房内设施 这个白色瓷器是宫筒 只要拉这条绳子 就会出水 上个月有个新来的商户 把这个宫筒当作水井 套了一天的茶 这是她知道真相后 结果把小子打了一顿 您二位可别将其当成什么 饮水的戏剧了 宫筒 怎么装在屋内了 是啊是啊 这是咱们县老爷设计的 方便客人如厕 咱们县里的客栈 每一家都安装上了 那这些会物都冲到哪里去了 咱们县地下都架设着管道 会物顺着水冲下之后 都被收集起来施肥了 那个小二 你说这公筒 是你们县老爷发明的 刚刚也说 这客栈 也是你们县老爷投资创办的吗 可不 咱们县老爷 那可真是个天才 县里的大产业 其实都是县老爷 以官府身份营造的 外地商客来做生意 也都必须先经过县衙 看来自己来这原浆县 一趟是来对 之前走过的那些地方 除了州府以外 大部分都是穷困潦倒 百姓食不果腹 哪里像是原浆县这样 一个个吃得白白胖胖 跟小猪仔似的 足以证明 至少这个原浆县令 在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一点上 很有一手 二位小姐 小的就不多留了 关于县老爷的事情 你们待得久了 自然也就知道了 你们既然是外地来的 那么县老爷肯定会见你们的 小的先告退了 等等 你是说 只要是外地来的人 你们县老爷都会见一面 对对对 咱们县老爷他好客 小姐 看来这个原浆县令 很不一般啊 是啊 没想到这小小的原浆县 还藏着这么一位怪菜 这茶 小姐怎么了 清甜甘烈 冰冰凉凉凉的怪好喝了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会不会又是那个县令弄出来的 有可能 哇靠 这也太好喝了 小姐 不如直接亮明身份 把这原浆县令叫过来问问 暂时不用 这个家伙形式古怪 而且有种遮掩躲藏的意思 既然电小二说他会来见咱们 咱们等着就是 安静 安静 在我们原浆县县令 夏老爷的英明领导下 我们原浆县 终于有了一家正规的青楼 现在有请本县最英俊的神物 最年轻友 最公正严明的青天大老 发表开业支持 林老头趁丁守了先老爷的红宝 他料的挺的老字一身几匹格的 就是就是 别的不说 咱先老爷哪能有我英军神物啊 小姐 要不咱们回去吧 再看看 这个该死的家伙 身为官员 竟然开金楼 嗨嗨嗨 安静 安静 同志们乡亲们 在继王老迪起玉城 后花园养生会所之后 咱们原浆县再创新高 终于有了第一家花楼 这是革命性的胜利 是跨时代的突破 对此 本县令作为花满楼的第一大股东 热烈欢迎乡亲们 到咱们花满楼 挤刷精神上的疲累 好 好 大老爷 今天开业打起折 你这么的麻子 逛花楼还要打折是吧 你过来老子 给你鬼打折 这就是真的臣子吗 这语气怎么真跟青楼 龟公一模一样 要不要这么专业 看来这原浆线令要完了 得了雪姨 今天本官也算是来给你捧个场 好好赞 吩咐下去今天开业 让他们尽情的开心 所有的花销 记在本老爷喷红上 是 老爷 各位爷里面请 今日一切消费 留下老爷买单 竟然做出这么丢人的事 咱们走 女帝陛下太受伤了 那种就像是在路边 捡了一坨黄缠缠的东西 以为是黄金迫不及待的 要揣进兜里 结果最后发现 是坨臭狗屎的反差感 实在是太强烈了 小姐 这位县令胆子真够大的 哼 丢人现眼的东西 三位客商是昨天到晚 我们县老爷有请 你们县老爷请我们 是的三位 我们老爷知道 三位刚入县城 今日特地在酒楼 备下了好酒好菜招待诸位 这家伙 世上赶在找死吗 那有劳了 带路吧 诸位请给我来 老爷 人到了 三位快坐 几位远道而来 在我们原江县 住的还习惯吧 这个混账东西 朕倒是要看看 你这葫芦里还有什么药 大人客气了 原江县到处兴起 一路上所见所闻 都令我们三人大开眼界 不知诸位 是做些什么生意 我们家里是做瓷器茶叶生意的 小姐是怎么好 我们原江县来了 大人 咱们是生意人 走南闯北的 误打误撞才到了这里 哦 原来如此 这些人家里 做瓷器茶叶生意的 看来是只肥羊没错了 小二 这茶水都快没了 赶紧换新茶 饭菜也催一下 快一些上来 几位贵宾 请慢用 嗯 又是一种不同味道的新茶 哦 老夫也尝上一尝 哦 哇靠 宛如清泉流淌 令人心旷神意 瞎大人 老夫喝了大半辈子的茶 怎么从未喝过如此 清香强烈的茶 你们有所不知 这只茶公益 那可是茶仙所授 只有本老爷会制作 外人自然没喝过 茶仙 是啊 茶仙 这只茶公益 乃是茶仙 他老人家梦中所授 此茶名为培圆茶 女人喝了美容养颜 男人喝了壮养 真有这么神奇 当然神奇 此等好茶 平日里本官都舍不得喝 只是来招待客人 如此好茶 不知大人定价多少 二十两一两茶 哇靠 二十两才一两茶 是啊是啊 本官也知道如此价格 着实有点低了 但为了天下人 能喝到如此好茶 就算是亏点钱 本官也乐意 瞎大人 小女子卖这么久的茶 可还没听说过 四百两余斤的茶叶 别人怎么可能会买 小姐这可是鲜茶 只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闻 此茶一旦面世 肯定会迎来 不少王公贵族的追捧 想想看 连陛下都没喝过此茶 四百两余斤贵嘛 不是本官吹牛 如果小姐经营此茶 帮你赚得很满钵满 大人对着茶叶这么自信 都是生意人 小姐说的是外行话了 如此优质的产品 根本就不愁销路 小姐将茶带回去之后 本官再赠送 诸位一种销售秘法 听着瞎人的话 此时的萧玲珑 仿佛看到大把银子 在向他招手 慢慢的忘了 自己是来干嘛的 配合本官的销售秘法 茶叶怎么会卖不出去 如此甚好 瞎大人乃其人意 看来鱼儿上钩了 小姐 不如咱们先签个合约 没问题 赵虎 把合约给客人 这家伙怎么就把陛下 带成了卖茶女了 那个小姐 不再想想了吗 这么好的商品 还需要想什么 瞎大人 这合约上 可是五百斤茶叶 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好 三日便可交易 到时候小姐 也准备好银子 那是自然 这时候酒楼老板 也终于开始上菜了 按照虾人事先交代好了 最高规格 八荤八素 有蒸羊糕 蒸露饵 烧花鸭 烧厨鸡 烧子饿 卤猪 卤鸭 酱鸡 这都是虾人创造出来的菜 浑素搭配 那较一个丰盛 来来来 赶紧净手 不然菜都凉了 这小盒子里装的是椅子吗 怎么会这么香 这可不是什么椅子 是本县的特产肥皂 效果可不是椅子比得上的 这个家伙 究竟是怎么弄出这些东西的 来来来 我提一杯 讲两句 祝贺咱们合作愉快 共赢未来 哟 这 这张脸 也太完美了吧 梅如远山双铜碱水 之前戴着面巾 给人一种 英气洒爽的感觉 此刻摘下面巾 玉面珠唇 雍容大气中更隐隐 有种尊贵的气势 如此肤白貌美的肥羊 一定不能让他跑 这是奇了怪了 不应该啊 去之前 明明自己很生气来着的 坏菜了 咱们被坑了 陛下 您终于反应过来了 又被那个泼菜忽悠了 林老你也是 既然都回过神了 怎么也不提醒朕 好家伙 这就开始甩锅了 吃饭的时候 还说这么优质的商品 还想什么 陛下 这个虾人形式古怪 从他今日的所作所为来看 这种事情分明不是第一次了 这么说 他是在坑咱们的钱吗 坑不坑都不好说 但这次当了韭菜 是肯定的了 陛下说的没错 老夫现在又明白了 终于知道 这原江县生活如此富足了 陛下 要不直接把虾人叫过来问话 不急 这个家伙从商客手中得了钱之后 似乎并不是自己独占了 反而是用来发展民生 你好像还和那个虾人签了合约 那可是十万两啊 这茶叶咱们还要吗 当然要 做事也要有诚信 林老 老母在 你速速回京 从镇的私人库房一趟 带些银子来 切莫惊动护腹 老母遵命 好在身为大内高手的林老 并没有让皇帝陛下的太久 快马加鞭一个来回 只用了三天不到 肖老板来了呀 银子取来了 虾大人的茶叶可准备好了 茶嘛 那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不过嘛 在交易之前 还得和肖老板签一份契约书 不得向外泄露 一切有关原江县的讯息 没错 本官也是为了你们好 我们原江县虽小 但特产丰富 受人喜欢 如果消息泄露 都来和你们抢生意多不好 那这约书上的 一旦泄密 必遭天打五雷轰浑身流浓生疮 这也是为我们好 嗨嗨嗨 这不是为了增加 这份契约的约束力吗 一旦买方违反条令 原江县将有权中指 一切正在进行 或将要进行的合作 一切解释 权规原江县县压所有 这又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本县令 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关系 呵呵 一切解释权规你所有 哼 震道要看看之后 你还能不能这么沉稳 我嘞个去 这娘们的笑容真吓人 这他喵的县令 真他娘的是个天生的坏种 那恭喜瞎大人 又赚了十万两了 萧老板您这话说的 这都是为了天下百姓 人人有茶喝啊 这里四个箱子 一共五百块茶砖 萧老板要不要点点 不必了 在下信得过瞎大人 两辆马车 就送给萧老板了 将来若是还有合作机会 萧老板只需要 拿着车上的灰烬 即便本官不在 也有人会招待诸位的 多谢瞎大人 就此别过了 那就助几位一路顺风 已经离开原江县五天 这时的几人也到了皇城外 小姐已经到帝都了 知道了 林老米带着两车茶叶 先在外城落脚 切记不可走漏了风声 一切等阵指示 老母明白 刚进外城 就闻到一股骚臭的气 这时正好就瞅见 一个妇人 提着公筒 往没人的角落一泼 顿时凑起轩天 那妇人就像没事人一样 小跑回了家 想不到自己做了五年的皇帝 平定内忧外患 自以为不逊先帝 却没想到 这帝都皇城天子脚下 居然还比不上一个 芝麻大小的九品县官 治理的原江县 赵总管 传阵口谕 所有四品以上的大臣 不论文武 半个时辰之内 全都给朕到这一书房来 奴婢遵旨 五皇万岁万万岁 众亲平身 谢皇上 五城兵马总指挥刘坚安 回陛下 臣在 怎么叫到自己了 自己就是个 管理地都行政的小角色啊 你是怎么当这个 兵马司总指挥的 整个外城臭气熏天 你们兵马司的人鼻子 都被堵住了吗 每年户部 拨给你们兵马司的钱 都去拿了 连最起码的环境治理 都做不好 朕要你何用 原本萧玲珑 还没注意到皇城的情况 结果去了原江县一趟之后 回来望着周边的环境 那真是怎么看 怎么不顺 朕点你三个月的时间 整治皇城 三个月之后 要是再让朕探到 有人当街如厕 污水四流 你就回乡养老去吧 陛下 陛下这怎么能行 怎么就不行 陛下 要整治帝都皇城的环境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 别的不提 就算是要开取牌屋 那也需要钱啊 户部尚书何在 老臣在 如今国库还有多少银子 回陛下 如今国库里只有五十万两不到 怎么就剩五十万两 钱都去哪了 陛下 确实只有五十万两不到 头四年都在打仗 国库里的银子 全都用于打造军械和粮草补给了 陛下 您又免了百姓们的税收 户部实在是拿不出银子了 你们就知道扑穷 玄策殿下呢 他怎么没过来 你们一个个的都哑巴了吗 怎么不说话 但混账不会又作妖了吧 陛下 老臣有罪啊 究竟怎么回事 陛下 老臣有罪啊 老臣罪该万死 说清楚些 陛下离宫这段日子 宣策殿下说 要去行武统兵 我等不许 殿下就在后宫之中 让宫与太监办座 两军将士日夜演练 前两天殿下玩得一时兴起 效仿 效仿什么 效仿陛下您 夜袭大周敌营火烧粮仓 结果殿下把宗祠给烧了 历代新帝的牌位没能抢救出来 全化成灰了 这个孽障 快传御医 陛下 您要保重龙体啊 大前亿万百姓 还要指着您呢 这个孽障在哪里 回 回陛下 殿下 殿下这会儿应该在东宫 朱青 朕走的时候 不是交代过你们 要好好监督玄策 您就是这样给朕办事的 陛下 不是我们不管 实在是不敢管 好 既然你们管不了 那朕来管 来人 取朕天子见来 陛下 请亲怒 今天不让他常常记性 这大前迟早玩在这混账手里 要说这位可真是的奇葩 原本的皇位继承人 可这会实在是太过要命 从小就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 总想着带兵打仗 你枪动吧 灭杖 灭杖 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皇上 大姐啊 饶命啊 眼前这位 是大前帝国最卑鄙的王女 每天不是挨揍 就是挨揍的路上 这次劝着大姐出演 留守的她又闯了大火 把先帝的牌位一把火给烧了 大姐 我可是你亲弟弟啊 父皇您睁眼看看 大姐又在打我了 你还有脸皮肤广 把这孽障 拖到祠堂跪着 没挣的旨意不准起来 陛下也不要太过烦忧了 殿下说到底还是个孩子性格 喜欢玩闹也实属正常 朕平常把他惯坏了 这天下将来终究是要交给他的 你只这样下去 岂不是要毁了我大前江山 殿下已经跪了一天了 他应该知道错了 您看是否让他起来呢 好 你去叫他起来吧 是 陛下 还有监事回禀 刚才林老来了一趟 问那批茶叶该怎么运作 先让林老在外城找个铺子盘下来 让他照瞎人说的销售秘法行事 那个茶叶的价格准备定多少 那就定一百两银子一两吧 是 陛下 要说瞎人黑 还是比不过咱们陛下黑啊 捣手就翻了五倍 赵德柱 老奴在 传阵旨意 宣 江陵之府周百川 进京面圣 老奴遵命 江陵之府周百川 参见陛下 朕有话问你 你可知道原江县 陛下怎么会知道原江县 难不成他去过了 这天杀的下人 怎么就没给我带个话 回陛下 原江县隶属微臣侠境 微臣知道 那就请周大人 说说吧 回陛下 原江县地处白云山 青苍山 紫香山三山之间 所在地偏僻难行 前些年因为战事和病理 人口不足两千之数 百姓生活困苦 微臣多次走访 只求能力所能及为民所需 是吗 人口不足两千 百姓生活困苦 怎么朕见到的原江县 物产丰富 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 光是那原江县的城墙 都快比得上镇的皇城了 怎么难不成 朕到的原江县和周大人 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 完了完了完了 这陛下怎么全知道了 周百川 你可知 欺君该当何罪 陛下 臣有罪 朕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原江县这些年的事情 都给朕一五一十的说清楚 陛下 陈兴离苦啊 都是纳天杀的原江县领 他胁迫微臣的 大胆 你一个知府 还会被一个小小的县领胁迫 陛下 微臣说的句句属实啊 两年前臣就到过原江县 当时所见惊为天人 只想着赶快上报朝廷 哪曾想哪曾想 哪曾想到纳天杀的原江县领 借口请臣吃酒 用药将臣麻烦了 臣醒来之后就被压到了原江县府衙 哭哭啼啼的成和体统 赶紧说 那挨千刀的下人 居然火同县里三个八十岁的老太 诬告臣酒后打庄子 说臣 说臣玷污了他们 这么刺激 这他瞄的什么情况 刺激吗 给朕闭嘴 微臣冤枉啊 你就这么受他胁迫 再怎么说 你也是他上级不是 陛下您有所不知啊 那原江县令 瞎人简直就不是人 他不光火同 献民屋告臣 甚至还找人画了一副 不堪入目的话 说是臣的犯罪证据 那话栩栩如生 臣从来就没见过 更可恨的是 那下人说 如果臣不认罪 他就将话 张贴到京城大街小巷 让臣身败名裂 那后来呢 后来呢 快说快说 臣自然是宁死不从 可是陛下 那下人手段之歹毒 堪称千古未有 他威胁臣 若是不签字画鸦认罪 他就给臣为春药 然后扔进朱剑 再请所有原江县的人来观看 这个家伙 居然如此丧心病狂 至天杀的瞎人 此刻的周百川 多年积攒的委屈 这一刻全爆发 于是便将所有事情 一五一事全给抖出来 除此之外 他每年都会给臣 送一万两白银 还会将原江县的特产送给臣 这些年以来 臣无时无刻不再受他胁迫 必吓臣心里苦啊 这样的人 朕之前居然还想要将其 召来京城 为国效力 果然 朕就不该对一个 开青楼的狗官 帮有幻想 朕明白了 你受委屈了 终于是蒙混过去了 这个瞎人 怎么就不通知老夫一声 老夫这条命差点 就交代这里了 来人 陛下 老奴在 传阵口谕 让吏部彻查原江县令瞎人 将其缉拿归案 秋后问斩 奴必遵命 陛下 陛下 何事喧哗 毕陛下 江州告急 大坝决堤水淹百现 已经毁去良田无数 百姓流离失所 什么 立刻召集百官一事 众卿免礼 江州水患之事 众卿可有什么良策 回地下 六月以来 江州各地突然下起暴雨 足足持续了二十三天 大雨致使江州冲垮了大坝 洪水从江州府开始蔓延 势不可挡 至此一发不可收拾 天灾严重百姓受苦 旧灾一事 可不容管啊 老太师说得不错 众卿尽快商议赈灾粮策 陛下 如此大的水患 非人力可为 到现在江州各地 均受洪涝影响 良田被毁 百姓颗粒无数 并且还有愈演愈烈之事 陛下 陈锦并前往江州赈灾 好 并兵部尚书李勇 调兵三万 火速池源江州 部部立即从国库 拨出三十万两用以赈灾 并外通知各州州牧之府 立刻调粮送往江州 不得有误 微臣皆知 陛下声明 众卿 初步赈灾方案已经制定 接下来就是怎么解决水患 以及粮食问题 陛下 洪涝之后必有大意 目前不但是水患问题 水患之后百姓无粮 流离失所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死而失的场面 陛下 目前国库存引以不足 支撑这次赈灾 这是偏不佑我大钱啊 这又该怎么办呢 这会朝堂炸锅了 众臣你一言我一句的 没有一个人能拿出来解决的办法 退朝吧 这要静一静 陛下 陛下 快来劝劝皇子殿下吧 他又想出宫 这个惹祸精 这才当挨了顿大 又要作妖 立刻传玄策殿下过来 奴婢遵命 一盏茶的功夫 萧玄策背着大包小包的 来到了御书房 你又想到哪去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大姐 反正您都要把人斩了 让我去开开眼界 怎么了 朕斩谁了 你之前不是要把那个 原浆县县令斩了吗 你想去原浆县 是啊 大姐 那周百川不是说了吗 原浆县好玩的东西很多 我得去掌掌见识 朕怎么把这个家伙给忘记了呢 他会有办法 也说不定了 陛下 陛下 喜讯 李老在外城经营的茶叶生意大卖 这才过去几天 茶叶已经快受空了 那太好了 你去通知历部 就说对原浆县令 瞎人的调查暂时停止 另外 你去准备一下 随朕出宫 陛下 您这是又要去原浆县 对 瞎人虽然呆着 但其的确有才 既然眼下群臣束手无策 不如去看看这个家伙 会不会出人意料 大姐 我也要去 哼 去可以 但是你给我注意点 太好了 大姐放心 我啥都听你的 你们两个收拾好了吗 回陛下 该带的东西 已经全带上了 大姐 我早就收拾好了 很好 随朕出宫 嘿嘿 女帝在陵园江县 按照惯例 将马车停到了停车场 这次女帝学聪明了 可不会像上次那样 被下人安排的 黑心导游给坑了 小姐 要不要先找个客栈休息 好 就上次那家吧 是 小姐 萧悬策 你给我记着别乱说话 不声事端 知道了 大姐 小姐你们又来了 这次住几天啊 先住下再说吧 两间上房 一间二等房 好嘞客观 哇靠 这房间看上去如此高级 哟 这里面还有水 这难不成是个水壶 谁 大姐 是我啊 你不去休息 好来我这做什么 还不是大姐 你让绿渊找的什么破客栈 这么大一个水壶 就这么点水 够谁喝的 萧悬策 你在干什么 怎么了 大姐 大姐你还别说 这破客栈的水真不错 清甜爽口 你也来一杯尝尝吧 咦 怎么又没了 真是岂有此理 小二呢 行了悬策 这丢人的东西 真让人尴尬 哎 算了算了 反正喝都喝了 这要是传出去闹出笑话来 还不如现在和它说了 这个不是你想的水壶 大姐 你真会说笑 不是水壶 怎么会有水 难不成还是洗脸盆 这个是圆江县的宫筒 你说啥 什么筒 是宫筒 他喵的 我一定要嘎了制造这东西的人 大姐 你可要替我保密 要是让外人知道自己喝了宫筒里的水 我这辈子还怎么有脸活 行了 闭嘴吧 让你老实一点你不听 大姐 你可要一定惩治这个恶人啊 行了 行了 赶紧起来去收拾收拾自己 等会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必然你去县衙一趟 看看瞎人在不在 我先和玄策去最先楼 是 小姐 哟 这还有个书摊 这位少爷随便看看 少年瞎人 大前神女鹿 这都是些什么跟什么 这本少年瞎人可不得了 那是咱们贤太爷侠人侠捞眼情神经理 还有这本神女鹿 可是我们侠捞眼 当初和我打歉 是几位神女总横天下的实际 咱们前国还有神女 肯定哟 你这书怎么卖 不是问一本绝对朝制 什么神女 一看就是胡编乱造 萧玄策痛快地交完钱 买下了这两本书 放进了怀里 紧跟着萧玲珑 一路来到了最先楼 小姐 衙门的人说 这个瞎人一大早就去了花楼 这个混账玩意子 大姐 这家伙还真是胆大 身为朝廷命官 居然一大早就去花楼玩耍 那后来呢 衙门那群家伙 倒是很好说话 听说咱们是上次买茶叶的商人之后 就立刻去找人了 说是最多半个时辰肯定的 行吧 你去让酒楼的人准备菜吧 是 小姐 老爷 上次买茶叶的那批人又来了 这是那个萧老板吗 是他们 那丫头可俊 小的普贵寂促 这家伙终于又来了 随我过去会一会这萧老板 是 老爷 萧老板 好久不见了啊 再见到瞎人 女帝陛下的心情有些复杂 却很好的又掩饰住了 瞎大人 是有些时日不见了 悬策还不快见不大人 你就是瞎人 怎么这么慢 老子的肚子都快饿扁了 哟 这小子有点愣头青啊 一点规矩都没有 客气客气 奇怪了 这名字怎么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似的 这瞎人 可是当初在京城高中的极地近视 莫非之前听过皇帝的名字 萧老板这次来 原江县和事 难不成是那批茶叶销量不佳 大人误会了 茶叶卖得很好 只是 只是什么 生意好 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没办法啊 前段时间江州发红烙 大明府挨着江州不远 也影响了我萧家的茶叶生意 江州红烙吗 莫非大人也知道 略有耳闻 这红烙可真是害死人啊 江州百姓受灾不说 还影响了我们这些生意人 要是谁有办法将其解决就好了 这么大的事情 朝廷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萧老板你就安心吧 这次可是整个江州都受灾了 哪里是一时半会就能够解决的 这么严重 整个江州都被淹了吗 下人有些难以置信 前面的人只告诉他 江州受灾被水淹了 并没有说具体情况 那可不 大路上都能泡澡了 这江州水系发达 地势又偏低 相隔百里就是荆州 这个地方是咱们前国 产粮的大州 再过两个多月就是秋收的季节 这要是也淹了 接下来恐怕就是粮荒了 没错 要是有办法能够让洪流改道 从流线这个地方向左边流去就好了 不过这种事情也只能祈求老天爷保佑了 可是要让洪流改道 谈何容易啊 这倒也不难 此时瞎人想到了自己搞出来的黑火药 这玩意是真能有让洪水改道的力量 只要在水流必经之地 炸垮几座大山 以塌陷的山势为阻拦 就能迫使洪水改道 不过这玩意太吓人了 而且操作不好 别说炸山了 人都得被炸飞 这世界可没有什么爆破兵 怎么听这县令的意思 他好像真能让洪流改道 看来瞎大人是有办法 这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神仙 怎么会有办法 萧老板这么关心江州子民 不全然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情吧 大人你有所不知 我们萧家和朝廷有点关系 原来如此 这次朝廷派出赈灾的钦差大臣 正好和我们萧家交情不浅 上头的人说了 谁要是能够解决洪灾 朝廷将会给予丰厚的赏赐 萧老板是想要挣这笔赏银 大人放心 要是你有办法 这赏赐咱们可以平分 到时候大人因此官升三级 也说不定呢 呵呵 老子就想当个土皇帝 才不想争什么官 还是算了算了 本官就在这原江县挺好的 再者说我也没这本事 最会的女帝 差点被这个软婴不吃的家 气个半死 从这瞎人的话中 基本确定她肯定有办法 这个混小子就是不说 那个萧老板多谢今日款贷了 衙门还有些公务 等着要处理 今日就不多赔了 三人回到客栈中 女帝陛下是丑哪哪不顺眼 又想到先前瞎人的话 当即下定了决心 约人你看好玄策 朕得再去找她一套 陛下你要去找瞎人吗 这混账明显是有办法 但不知道顾虑着什么 朕去试探试探 能不能打消她的顾虑 玄策你老老实实的待在客栈里 别给朕惹什么乱子 知道了大姐 萧玄策回了房间 从怀中掏出早前买的大钱神女路 翻开看了起来 也不知道怎么滴 皇子殿下看着看着呼吸 就沉重了起来 小脸空红 这时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床上 哟 焦老板你怎么在这 谁带你来的 大大大人 这位小姐说 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牛虎 跟了本官这么久 这点规矩都忘了吗 请 请大人走法 下去领二十棍 小人明白 这瞎人在属下之间 居然有如此高的威信 瞎大人 焦老板是为了江州水患的事情吧 大人 你要是有办法 还望只条路 朝廷的赏赐 权归大人便是 你这是图个什么劲啊 大人在这原江县 自是不知道 江州百姓流离失所的场面 正如大人所说 要是任由洪涝泛滥下去 接踵而来的就是梁荒 到时候举国动荡 我实在是不想看到那个局面 听着萧玲珑的话 瞎人的心中也陷入了挣扎 我若是不出手 这良心上也过不去啊 也罢 本官的确有法子 让洪流改道 只是太过 真的 你真的有办法吗 是什么办法 快说 快说 这小手好软化 这要是能娶回家 岂不是爽歪歪 女帝陛下 似乎也察觉了自己的事态 连忙松开了手 耳根都变得通红 这一张俏脸 更加变得美艳无比 让虾人直接给看待了 虾 虾大人 可可 萧老板 本官给你看个大宝贝 你随我来 大人 这是何物 这叫黑火药 乃是本官 偶心沥血之作 有它便可视洪涝改道 就凭这个小东西 对 你在这里趴好 本官给你演示一番 别看了 快趴下 萧老板 你看此物威力如何 可以 可以 一定可以 有了它 一定能解决这次洪涝 你太神了 这究竟是怎么弄出来的 此时的两人距离 那叫一个镜 从萧玲珑身上 透出的悠悠体香 让虾人只觉得目眩神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可可 那个萧老板 先不说这个事 咱们得先立下个约定 你说 有什么要求 我都答应你 做我老婆也行 这个混账玩意子 竟然敢调戏阵 虾大人 你不是在说笑吧 可可可 玩笑玩笑 萧老板 咱们先说好 这黑火药 我可以给你拿去用 但是这个办法 是你们萧家想出来的 不得牵扯 本官你明白吗 呵呵 这个家伙还想要置身事外 也罢 先稳住他再说 一切全听瞎大人的 很好 张龙 属下在 通知工厂的人 按照配比 一天之内 将所有的黑火药 配置出来 你全程监督 记住了 配方绝不能出错 是 老呀 对了 萧老板 还有个好东西 给你看 什么好东西 快拿出来给瞧瞧 好 稍等 这是何物 看上去甚是奇怪 叶士部 萧老板 你拿回去 试上一试 特别方便 吓人 你个变态 你敢惊搏我 今天老娘打了你 女王饶命啊 笑话 就你今日所为 谁也就不了你 你你你 你不能再打我了 你不想要火药了吗 哎 罢了 妈蛋 这次完大了 火药我全给你 行了吧 你别一直哭 要不行 你再打我一顿 咱们算扯平了 来吧 这下完了 这个世界的女子 对自己的真结 可是无比看重 自己刚刚那样做 已经是毁人清白了 别这样嘛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你要是还过意不去 那就嫁给我吧 本官 家大业大 养得起你 平业配 哼 记住我说的话 今天的事情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剥了你的虾皮 今天亏大了啊 这娘们好厉害的 拳脚功夫 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 把你姓肖的搓圆捏扁 老爷这是咋了 是哪个别毒子 竟敢对你瞎如此毒手 别提了 此事本官自己会处理 麻子你带上 县里两百号人出城去 带上银子快马加鞭的 向周围的县城 收购硫磺土销 有多少咱们就要多少 刘虎 你召集其他人 从咱们粮仓里 装上二十马车粮食备好 本官有用处 遵命 预约 玄策呢 殿下回到客栈之后 就直接去了自己的房间 一直未出来 难道这家伙转性了吗 朕去看看 萧玄策 你怎么不知道关门 大 大姐 您怎么来了 你藏什么呢 没没没啥 啥也没藏 你给我拿出来 大姐真的没啥 你先出去吧 我没穿衣服呢 快点给我拿出来 不就是本书吗 有什么好藏的 你这个不争气的玩意 直到第三天 到了约定好的时间 萧玲珑才来找下人要东西 萧老板你要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 这么多 可不咋呢 这些天我们老爷 让我们把周边 现成的材料都买光了 花了两万多两银子呢 一辆马车一百斤 足足一千斤 一千斤 可这里怎么有三十辆马车啊 另外二十辆马车 是粮食 每车有大米 二百斤大豆小麦 各五十斤 一共六千斤 这些粮食就当是我 原江县小小心翼 老板萧老板 一并派人送到江州 去交到灾民手中 瞎大人竟然如此爱国爱民 身为前国官员 肯定是要心系百姓啊 还有一点 萧老板一定要记住 这黑火药杀伤力极大 使用起来 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 另外就是绝对不可受潮 否则就没了效果 好 知道了 萧老板最好找公布的官员 计划附属一下 另外就是咱们约定好的 事成之后和本官 以及原江县 没有任何关系 一切都是萧老板的功劳 你就真的一点功劳都不要吗 都是为了天下苍生 什么功劳不功劳的 这些都不重要 萧玄策和绿渊听着 不由的肃然起敬 好一个为民为国的好弯啊 行了 货物都在这里了 萧老板就赶紧上路吧 山水有相逢 来日皆可期望 瞎人你给我等着 小窝在这原江县 作威作福 镇偏不遂了你的愿 呵呵 看阵间后怎么收拾你 皇上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爱卿平身 谢皇上 朕这次出宫寻得意其物 可解江州水患之在 公布尚书 赵依水 老臣在 公布侍老 李又前 臣在 朕令你们二人 与地理司官员 火速前往江州镇在 黑火药以及使用方法 朕已经命锦衣卫 护送至江州 不日便可抵达 臣尊命 这是天佑我大前啊 陛下英明神五万事明主 剩下的 只能寄托这黑火药能成功了 佳人你千万别让朕失望了 众爱卿 今日若无其他事 便退朝吧 恭送皇上 来人 传朕口遇 命江云之府周百川 即刻觐见 奴婢遵命 圣旨大 将灵之父周百川接旨 臣周百川 听这 传皇上口谕 命周百川即刻觐见面上 臣接旨 周大人 赶紧的吧 别让陛下等着急了 是是是 赵公公您带路 陛下这才刚回来啊 这怎么又被召见了 莫不是又出了什么变故 江州之府周百川 参见陛下 周百川 臣在 朕命你 半个月之后 你找人将这封信 送到原江县 瞎人手中 另外这些年来 瞎人向你送的所有银两 一分不少的 都给朕交出来 把你三年俸禄 朕就免了你的罪 臣寇谢陛下龙恩 你退下吧 是 微臣告退 陛下是打算让瞎人进京 朕不能让他窝在原江县享福 丙大人 火药已经全部布置完毕 请大人下令 很好 还我命令 开放 我们成功了 速速上报朝廷 八百里夹劫 江州捷报 江州捷报 闲杂人等速速退避 参见陛下 江州捷报 速速给朕汇报详情 陛下 洪水已经改到 百里外的苍云山外而去 公布上书大人与诸位将士 已经全力在开启饮水 江州水患 居然真被那神奇的 黑火药给解决了 此时的传信兵 连忙将公布 如何利用火药 炸山的过程 详细说了出来 一下子引得众朝臣 无比惊叹 看来也是时候提起 那个家伙了 这次江州水患 能够解决 少不了众爱卿 与我大前君臣上下一心 陛下圣灵 服佑我们大前 能解决此次水患 不过这其中最大功劳 自然是那黑火药 若无此物 恐怕我江州百姓 还要受那洪涝天灾之苦 不知道此物是陛下 从何处所得 能够制出如此神物 想必是个国之栋梁 若是能召来为官任职 为我大前效力 实乃我大前之福 是啊陛下 究竟是谁啊 此人与朱青一样 都是我大前官员 这人竟然是前国官员 而黑火药又是女帝陛下 出宫之后带回来的 那就肯定不是经官了 而且出宫都不到十天 就带着黑火药回来 那就说明距离京都并不算太远 陛下就别卖官子了 此人是哪位俊杰 江陵府原江县令瞎人 就那个人口不过两千 今年上报消息 还说饿死了十几个人的原江县吗 可不是咋的 那里就是个牛不拉死的地方 陛下 据今年上报的消息 原江县县名不足两千 还说什么那县令瞎人 穿的是补丁衫 怎可能弄出活药这种神物 由此可见 咱们吏部的官员 对各州府的县级官吏的情况 并不清楚啊 就你们两个有嘴是吧 既然如此 朱青不如镇下赵 让虾人入京树枝如何 如果火药真是虾人之作 那么这次江珠水患 他便是当之污溃的守宫 我大前向来有功必赏 让其入京树枝 更可当面嘉奖已是陛下皇恩 陈复义 很好 赵得住 奴婢在 传指 原江县令虾人 此次江珠水患镇灾 献其火药神物 解万名于水火 当局守宫特命虾人即刻入京树枝家奖 奴婢遵命 瞧你高兴的那样 还有没有点皇家威严 这跟威严不威严的有什么关系 等他来了 我就是想知道他那火药是怎么弄出来的罢了 你想干嘛 大姐 我是这么想的 这黑火药爆炸起来跟天雷一样 要是我们能够在打仗的时候用上 那么对敌军将会是毁灭性的武器 这一点他并没有想 此刻听萧玄策这么一说 才后知后觉 要是将这黑火药用在敌人身上 萧玲珑不敢想了 就这一点 瞎人必须进京 王爷 有魅信 原江县令瞎人 黑火药 有点意思啊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人才 有趣有趣 情况怎么样了 报告捞夜 打算送了T恤试验 如今秤拱率已经大到靶秤 很好 那青霉素进展如何了 那是林大夫萧租辅责了 母舰来看似乎还没有去得 什么实质性的紧瞻 想当初在华夏几千年前 写出本草钢幕的李时珍 都能发现床头寡妇灰 这种一世青霉素的东西 有了自己提供的思路 还怕弄不出青霉素来 终于够清楚了 黄天不复又信人了 是老林 老林这是成功了吗 烙焰成功了 你他喵的真是个天才 干得漂亮 此时的瞎人 那叫一个激动 无数次的失败 终于成功了 后世战场上的万能药 有着软黄金之称的青霉素 终于要在自己手上现实了吗 拿出来让我看看 快去弄只感冒机 试试咱们的青霉素效果如何 烙焰 上次松来的兵纸兔子 仨的斗嘎了 已经磨了 啥 都死了 怎么嘎的 都嘎了 饿毒的 那青霉素呢 都在这呢 快去医药锁里看看 有没有谁生病了 给我叫过来 试一下 不不不 老爷那研究的 这可不能给人吃 你说的这是什么屁话 让你搞的青霉素 就是给人用的 这死乖了 莫和老爷您说清楚 那些兔子啊 鸡啊 仨的 原本都浩好的 都死 那用这瓶子里的东西 毒噶的 他喵的 你你你 给我说清楚点 烙焰 那也不知道 这告出来的 似不似逆舍的 请魔素 不过这玩意 救人浩香又显难 但是用来 狭毒 那根逆舍 这效果绝对 恨哇塞 这兔兔多可爱 你竟然 如此狠心 这一大家子 愣是一个 都没放过 罪过罪过 阿弥陀佛 老爷 这也不能乖诺 咱没有食物对招啊 都不知道 这弄出来的 似不似 请魔素 而且这几两 午后 帐控 用来 救人 太难了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 收拾收拾 把这一家子 找个地方埋了 注意点 别让哪个 嘴馋的家伙 捡去吃了 那就麻烦了 老爷有您的信 本官的信 真是新鲜啊 难不成是 萧老板 那个暴力狂 嘖嘖 该不会是情书吧 老爷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麻了个蛋 这下完了 被那个 姓萧的出卖了 朝廷已经知道 火要出自 咱们原江线了 麻子 老爷 通知所有弟兄 立刻放下手头 一切工作 从今天开始 现成 三十里以内 所有风吹草动 我都要第一时间知道 是 老爷 这个周百川 这么大的事情 一点消息都不给 下次老子 给你弄点青梅素 让你尝尝 老爷老爷 大事不好了 前面传回了消息 有一批朝廷的车队 向咱们原江线而来 看来该来的 还是来了呀 麻子 戴上牙衣 还有那群家伙 都给我到城门口迎接去 是 老爷 下官原江线令 瞎大头 见过大人 你就是瞎人 是的 大人 本官瞎人 很好 原江线令瞎人 上前听旨 传圣旨 原江线瞎人 江州水患赈灾 立下不适之功劳 特命其瞎人 即刻进京 受风树执家奖 亲此 下官接旨 瞎大人也别耽搁了 随后赶紧出发进京吧 下官收拾一下 即刻出发 老爷您这是要进京 你聋了吗 圣旨都宣了 没听到吗 老爷你不能做 大人你做两个没 可怎么办 我老婆还瞪着盖家 嫁给老爷你呢 你两口子倒是恩爱啊 行了 能回来就好 能回来就好 行了行了 大家都散了吧 老爷 您的行业和车 都准备好了 好 麻子你去帐房一趟 给我多拿点银票 我第一次进京 用到的地方 可能很多 是 老爷 哎 这倒霉的萧家娘们 真会给老子添麻烦 呦 这姓萧的小蹄子 路子真够野的 茶叶都卖到京城来了 给老子闪开 别耽误老子买鲜茶 敢问亮仔 这里的鲜茶怎么卖的 相伴老 瞧你那没见过市面的样子 一百两一两茶 屌毛 喝得起吗你 不愧是京都 真的是人傻钱多啊 咱们走 回忆站 老爷 有个公子来拜访您 还真是稀奇了 咱们才刚来京城啊 谁会来拜访我 这位想必就是 原将县令霞大人了吧 嗯 是我 你是 霞大人叫我王三就好 实在是按捺不住 听说霞大人进京了 就赶来拜访 有些唐突 霞大人可莫要怪罪啊 客气客气 王公子找本官 有什么事情 这次来是送这个的 力不批下来的公文 让霞大人明日朝会时 入京面圣 这真是麻烦王公子了 哟 霞大人客气了 要是没有大人 江州水患 不知道还得泛滥到什么时候 我也只是侥幸 侥幸罢了 天色已是黄昏 霞大人可用过晚膳 在下来之前 已经在春凤楼 让人准备了宴席 不知道大人可否少念 这家伙为何要这般讨好 我可是个七品芝麻官啊 关键也不知道 这位也是何等身份 哎 算了 那就叨扰王公子了 不叨扰 不叨扰 霞大人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惩点赞